今天,一位朋友感叹道,哀红遍野,众生皆苦。 一个朋友的父亲,头疼咳嗽,吃不下东西,连水都咽不下,瘦得皮薄骨头。 在医院度过了危险期,依靠书液维持,医院劝他回家休养,因为还有很多危重病人在等待床位。 一个朋友的姐姐的嗓子像刀片鸽一样疼痛。 一个朋友自己是医生,远在国外,眼睁睁,父母还在扛着,父亲血氧饱和度低于90,送医院急诊等待4个小时,带去的治氧机眼看就没电了,又不得不把老人运回家。 一个朋友的母亲急症吸氧,家人说医院里的情况惨不忍睹。 更多的朋友每天都悬着心,生怕风吹草动,怕老人家感染,怕并发症,怕缺氧,怕毛细血管栓塞,怕打120战线,怕救护车不及时,怕医院接不过来,怕该住院住不上,怕该用药却没药,怕表面康复之后还有病变,怕白费,怕死了没地方停,怕火葬场排不上队。 各种群里都在问药,求药,送药,买药,卖药,找药,抢药,无处不慌。 听到几位朋友家长辈的死讯,都是高龄,就算有些老人已经距离生命尽头不远,就算不说什么寿终正寝,死亡本来是属于生命最后的尊严。 在这样人荒马乱的世道里,匆匆收场的灵魂何处安放?慌忙无措的活人,情何以堪? 李承鹏说,三年前的圣诞节,你肯定想象不到再过几天武汉就大难临头,火葬场施机如山。 你更想象不到三年之后的圣诞节,连首都北京的火葬场都在彻夜焚尸,地下摆满,无法处理的遗体。 问题来了,你敢想象三年后你的生活吗?我们都不敢想。 连一片部落分的选择权都没有,我们也没有权利选择明天,除非奇迹。 我们在2021年到2022年读到它以下的文章,2021年已到了第27天,你的2020年还没有过去。 有些事是要写进历史的,有些人已不像人。 上海是预示未来一百年的大河,折腾到河时为止。 继一段科学幻想和终将告别的春天,科学遇到政治,就是杨志遇上牛二。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理想爆雷时,请记住湖边一件美好的事。 我想,你们为这个国家留点碧莲,也是应该的。 我只能试着写写题目,但无法给出链接。 李承鹏的文章全网封杀,他在最近就是12月4日那篇文章的开头写道, 很久发不出文章了,也没有号,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不写点什么,总觉得愧欠。 借了一个不相识网友的号,把想到的和看到的写了些碎片式杂杆, 救救学生,不知能否发出如下。 他的文章从在网上能够停留几个小时, 到停留几十分钟,到审核失败, 直到大白们都回家发烧了, 直到洋人们终于可以去三里屯咳嗽了, 直到买部落分终于可以不登记了, 直到家家都在囤质氧机准备急救了, 李承鹏的文章仍然无法通过审核, 就如同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仍被拒绝进口。 有位朋友说百姓在裸奔,身体缺药,精神缺疫苗。 帕克斯罗维的貌似有了, 有人说还是北京的人命贵呀。 北京人却仍在四处托棚告有的寻找, 即便站进了先机, 也并不知道层层盘剥下来, 真正有谁在什么时候才能够用上。 何况要进社区医院的文章删了发发了删, 何况有些社区医院已经撤了, 还不知道归谁管理。 2021年还说2020年和2021年其实是一年, 如今2022年都快过去了, 父母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我们自己, 肉眼可见老了很多, 三年光景恍然如梦, 如果写一组排笔剧我们可以写出很多 我们很久没干什么, 千言万语, 会成一句, 我们很久没过正常的生活了。 四月份从上海逃回来的朋友转发了 关于印发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实施乙类乙管总体方案的通知。 他说安逸下爆发, 痛苦中结束神奇的三年。 另一位朋友就说, 原来封闭, 怕你万里投毒, 现在开放, 迎你万里染疫。 不知道多少人在心中默念, 行行好还是结束吧, 至少不会拦着人们自救。 通知里说, 奥米克戎成为全球优势毒株, 但没说中国14亿人口的流行 从COVID-19到COVID-22封控三年, 有没有为现在为未来做好什么准备。 通知里说, 虽然感染人数多, 但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占比超过90%, 重症率和死亡率极低。 但没说无症状和轻症超过90% 是基于普遍接种了mRNA疫苗的地区数据, 没说针对数千万人, 数亿人同时感染, 医生们都仰着看病, 缺一少药下的重症率和死亡率怎么计算, 怎么解释。 通知里说, 国内外特异性抗病毒药物研发取得进展, 但并没有说进口了多少, 什么时候到货, 通过什么渠道按照什么顺序如何分发, 只看到北京禁社区的帖子翻来覆去。 通知里说, 2023年1月8日起, 以类仪管, 也就是全面开放, 但没说事情的另一面, 其他国家逐步开始对中国旅客小心警惕, 加强检查。 通知里说, 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疫苗的接种率, 但没有说进口其他优势疫苗, 没有说共享数据国际研究机构 介入研究针对最新变种的加强针, 没有说国产疫苗效力的试验人群和百分比, 以及随着时间的抗体递减, 没有说国产疫苗针对变异株广普有效的抗体, 什么时间纳入新的升级版的疫苗投入使用。 我知道通知是抽象的, 可百姓过的是具体。 方方说, 时代的一粒灰, 落在个人头上, 就是一座山, 抽象的通知里, 抖落了多少时代的灰。 看到诗人羊练的道王王帝的诗, 感到疼痛和震撼。 反安魂曲给弟弟适于2022年12月14日。 阴间无限大, 但哪个灵魂能安息, 一气, 一气说不出这种冷, 翻空的日子。 弟弟, 你没入一望无际的人群中, 又一辆汽车, 又一辆汽车尖笑急迟, 那冲刺, 仗尽走投无路, 一间急救室, 裸出无数终点, 瞪着眼睛, 一动不动。 弟弟, 最小的遗眼梗在哪里? 一口最后吸出的干硬的痰, 卡住多少生命, 一条白背丹, 像个海底, 勾勒躯躯, 临寻的轮廓。 那瘦弱个疼啼哭的1960年, 那雅墨渗漏未完成的2022年, 你细细的绳子两端都是断的, 一滴水不是海, 空搂着海的苦险。 弟弟, 死不痛, 灾难令你痛, 一大片促染抹去, 一大片空, 弥漫岁月不能医治的药味, 你们中毒的命, 倪称死于非命。 瞎了的延长的冬天, 牵在水手中, 被水抽着, 堕入不可能的轮回, 魔鬼和阎王都披着人形。 封住满城空荡荡的大街, 封住生的出路, 死的出路, 一滴血不流。 已从地狱到地狱, 黑就是白, 言辞的耻辱在妈妈眼中落雪。 西伯利亚, 加边沟, 武汉的夜, 白早已黑, 弟弟, 一种基础病叫时代, 奈何桥上锁着无限进的毁灭。 灵意义吞噬着一个个灵命运, 灵念着所有不甘, 冻结一颗心。 你的地平线是一条拉直的心电图, 灵此刻, 碾碎成昏, 碾碎骨金。 头七过了, 更多的七像一道道闸门在等你。 一个回眸, 刺骨虚无, 没有回生的历史砸下纲印。 弟弟, 诅咒的晨曦陪伴你的悲凉, 你的柴, 你们的柴堆到天上。 我看见灵魂的灰, 出走的灰, 满满寒恨, 逃不出悲伤。 一只骨灰瓮永远醒着, 永远无处安放。 一首安魂曲只唱出腹不平的碎, 一种诀别, 决绝如无望。 日子巨毒的花瓣干裂, 拨开, 一张冷硬的铁床劫掠世界。 你的死暴露了死了又死的天际, 疼那个母语收容着野鬼, 遗忘的噪音刺耳地刮擦未来, 弟弟, 这堆垃圾无法安息, 不该安息, 紧闭的铁门后万请怒涛, 既空又黑。 2022年12月24日, 弟弟火化之日。